如今这旅游项目多如雨后春笋 花俩钱就能在衙门大堂过个观言 虽然我不明白我这官服是极品 但是一会儿我照样声唐把案审 老公啊 老公 叫谁呢 你跟谁俩呢 这一天天还反了呢 这有意思老公随便叫吗 再说了我叫别人你乐意啊 你别管我咋说 我穿这身衣服我就是滚 你看我这呼拉圈 哎呀你也就赶上这旅游项目 让你穿上这官服过把眼 瞧把你给嘚瑟的 再说了你当多大官 那我就不能喊你老公啊 我就喊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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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那是太监 懂不懂 你得管我叫老爷 啊我得管你叫老爷 那谁管我叫老娘呢 我还管你叫舅妈呢 你的老爷的媳妇叫夫人 啊行夫人夫人吗夫人吗 那你这身就差个鞭子了 我 你去去去去 租身风光霞配 哎呀拉倒吧 你这身衣服就120 我那什么烂枣的风光霞配的130 咱俩加起来那纯属250 哎呀 媳妇咱来这儿 不就是花钱买体验买过瘾吗 哎呀啥气验过瘾呢 就这么一小会儿 哪一小会儿 你看看这多少鸡尾排你啊 啊到时候给你科长小蝶 回家你爱咋看咋看 看半辈子都行 那我也舍不得 那你舍不得 那我不管了 反正我这边马上要生堂办案了 哎 那我不管啊 反正待会儿你都得听我的 凭傻呀 你说你说我这辈子都没说到算一回 然后你说出来捋烫油 我刚才能当回馆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呗 我不得 反正你要不听我的 我就不给你拿钱 那这衣服也别足了 老板不玩了 推票 老板 媳妇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就行你过关人 不行我过太太瘾呢 你还生不生堂了啊 抓紧时间 后边不少游客等着过瘾呢 生堂 生堂 我也有今天呢 哎呀你正经点 带原被告上阿汤 哎呀你别怪我呀 哎呀轻点 轻点轻点别怪我 走哎走哎走哎 哎呀老爷小民有冤呢 贵 哎呀真贵呀 那这俩钱花得太值了 咋又转过去了呢 录像不得露正脸啊 人家露我 你露什么像 哎呀哪来那么多废话 开审 啊 呃堂下何人喊冤呢 大人 为小民申冤呢 有何冤屈 当堂素来呀 大人容炳 草民张三 素日林与李寺朋友往来 今日我二人相遇去酒楼吃酒 不想他酗酒姿势狂兴大方 一孔将我的鼻子咬掉 求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啊 大胆李寺啊 你光天花儿之下你干什么不好啊 你说你没事 你上上网你跳跳舞 实在不行你兜地主啊 你没事找他喝的奶门的酒呢 提兵大老呀 喝酒好像成不犯王法呀 你闭嘴 喝酒不算王法 那你给人家鼻子咬成这样的 就不算王法了吗 这 来人呐 走 把那个李寺给我拖下去 呃重打四十大板 哎 铁门 大老爷 李寺我成是冤枉啊 冤枉个溜你冤枉 你个酒蒙子给人家咬了 人家没说冤枉 你还喊冤枉 回老爷的话 他那鼻子成不是我咬掉的 狡辩 那一共就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喝酒啊 不是你咬的 那能是谁咬的 我咬的呗 你大老爷咬的呗 这 是他 他自个咬掉的 对呀 我咋把他自己给忘了 好你个张三哪 自己有自己鼻子 然后无限李四 对 哎呀 来人呐 把张三哪拖下去 给我打四十大把 慢着慢着慢着 你傻呀 你打他干什么玩意呢 那他自己咬自己鼻子 然后无限李四嘛 那自己能咬自己鼻子吗 那我也没试过呀 你是不是缺心眼 那自己咬自己鼻子 他也够不着啊 好你个李四啊 你说张三咬自己鼻子 他能够得着吗 回老爷的话 按理说 自个咬自个的鼻子 一般人是尝够不着了 可这个张三 唯一人太狡诈了 他是站到凳的上边咬掉的 哎呀 说的好 说的好 对 好狡猾的张三哪 差点让你蒙蔽过关哪 是 你跟我俩耍心眼子啊 他又耍啥心眼了 你说这这人多减 自己咬不着自己鼻子 他能想到踩凳子上咬 你说聪明不聪明 那你那意思 他自己咬不着自己鼻子 踩凳子上就能咬着呗 媳妇你咋忘了呢 上回咱家换西顶灯 我不够不着吗 十老大劲了 后来我踩凳子上不就够住了吗 那换西顶灯和咬鼻子 它是一个概念吗 我就 你这么的 按键还原一下 来 布置一下现场 你试试 你自己咬自己 你够着了吗 还费点劲啊 那就是呗 大胆理事 你居然敢欺骗本官 扰闹公堂 来人呐 走 把它给我拖下去 闪了 且慢 清天大老爷 罪民有下情回禀 请大老爷 法外开恩 小人 尽情说话 进 进来吧 哎呀 回老爷的话 小人平日里 甚是贪杯 就喜好喝点小酒 这所以呢 老话说得好啊 这酒后的乱性 是不是大老爷 您就饶过小人这一回吧 对了 大老爷 您看看 这是什么 何田玉的拙子 要不就给夫人带着玩吧 大胆理事 你拿老爷 我当什么人了 你看看 老爷这块别写的什么 这明镜高权哪 啊 这 你拿个破何田玉拙子 就想收买本官哪 你白日做梦 就是 别听他白话 什么何田玉拙子 现在何田 哪还有玉了 何田人家产枣 谁不输 这怎么还整出大枣的 那怎么 夫人这真是何田玉的拙子 大老爷 你无法出喉 不受贿 真是清官啊 当官不为民当家 不如去卖烤地瓜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去跳广场舞 你是张三李四来的 张三 张三 张三我跟你说 李四今天 我一定让他蹲监月 他得陪上你什么 医药费呀 武功费呀 营养费呀 窝囊费呀 窝囊费 窝囊费是什么费 别摆造型了 窝囊费就是你 你就是窝囊费呗 你让人家赔什么玩意呢 不是 他 我 什么玩意 他不是这那那这的呢 你 李四 过来说清楚 你 过去 你 过去 回老爷 夫人的话 其实吧 这件事还真得好好掰什么 回老爷的话 刚才呀 他是小人这一时糊涂口误了 张三的鼻子的确不是站到凳子上面咬掉的 他 他是爬梯子上房顶站到房顶上咬掉的 哦 难道你说站凳子上咬不着 站房顶上就咬得着了吗 他 高啊 是啊 都那么高了 能够不着吗 媳妇你说能吗 肯定能 咋的还想试试啊 那是啥呀 老婆说啥是啥 啊 这点尝试我还是有 大胆张三 嗯 如不是夫人提醒 我险些被你蒙蔽过关呢 嗯 先是自己咬自己鼻子 然后诬陷李四 达到讹诈医药费的目的 你是真真儿的可恶呀 来人呐 走 把张三给我拖下去 斩了 慢点 老爷 小人有下情禀报 老爷 请你访问诗人 任务中小人 敬前答话 你 我看你做了点啥来 哈哈 哈哈 老爷 你别听李四胡说 嗯 这是元代官邀的清华词品 价值连城 孝敬您了 太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我最不吃这一套 明不明白 就是 别听他胡遥 怎么怎么是忽悠呢 这真的是元代官邀的清华词 拿完了看看 夫人咱们后边瞧瞧 嘿嘿嘿 大老呀 嘿 我跟你说啊 以后呢 像张三这样朋友呢 是 不要教了 对 自己把自己鼻子咬掉了 还诬欠你 这种人可不可恨呢 太可恨了 谁这么常人恨呢 张三呗 是 你说他上房把鼻子咬掉了 多可恨呢 他别说上房了 他就是上天 他自己也咬不着自己的鼻子呀 咬不着 那 那全了呢 谁要的 真相只有一个 李四 大 什么玩儿大大李四啊 给我踹里后买他去 你看看呢 张三的鼻子到时掉没掉 然后你再约约 我的那个鼻子 根本没事 他围掉啊 好你个张三李四啊 怎么呢 居然敢欺骗本官 绕闹公堂啊 停 摸摸摸回 玩嗨了是不是 到点了 你官当完了 怎么呢 还想当一辈子呀 赶紧的 算账吧 服装费是120 皮爱费是150 何田玉镯子是3500 清花瓷瓶4600 赶紧算上账吧 不对呀 本官压根就没收你那镯子跟瓶子呀 我是清官呀 你是清官呀 谁进的 他清官 他全有病的 你没收 你媳妇还没收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 要想做清官 要想做清官 先把媳妇看呐 哎 不对呀 老公 我发现这俩小子配门子玩鹿子 他就是想借这个眼头子 什么又当官又当官太太太 就想推销他那破瓶子烂镯子 我得到消息也告你们去 哇哇哇停 哇哇回 哎呦我好害怕呀 我怕怕死了 在你告我之前 我先警告你一句话 要想不受骗 千万别把便宜占 说得好 好 正好本官还没过赌瘾呢 再玩他150块钱的 哎呀这还有回头客呢 哎呀 哎呀这 好嘞 来呀 来呀 真谈 这是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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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明年冤枉 唐下何人喊冤 状告何人呐 明年就状告这张三和李四 唐上一声勇 大人请真言 小李明目 真心偏 大胆张三李四 借旅游之名 行诈骗之时 来人呐 把张三李四带下去 没人 重则四尺 干什么玩意儿 干什么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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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过瘾 哎呀 老爷 老爷 娘子 请 行 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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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